好 各位同学 那经过刚才我们详细的知识部分的学习之后 当然接下来就是要来使用这些内容的时候了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下面的相关例题 同样的来看看单位一的选取 料理对应关系这两个重要的理解关键 在题当中又是如何来使用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例一 有男女同学一共325人 到了新学年的时候呢 嗯 教授人数不错啊 男生增加了25人 哎呀 女生减少了20分之一 好 在这里头先同学们 大家要问一个小小的问题 那你能告诉我女生减少的这20分之一 应该是谁的20分之一呢 从这个题目数当中 想想 你看我分开了 男生怎么样 哎 男生增加了 比去年的男生相比增加了25人 那女生发现减少了 那应该是跟去年代什么呢 女生 女生人数相比 是不是减少了20分之一 也就是说 今年女生减少的人数 应该占之前女生人数的20分之一吧 现在又知道总人数增加了16人 好 现在请问男同学 现在的男同学又应该有多少人 现在会有多少人 我现在知道总人数 那想要知道男同学的人数 你要么就把男同学人数算出来 要么就算出女同学人数一减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现在这要题当中出现了分率 那很明显肯定就是我的分数用题 那分数用题我们说过第一步最关键的 那是不是应该就是选取单位一吧 那现在同学们来看看 这条题目你觉得应该选谁为单位一呢 其实我只有三个量 男生人数 女生人数 还有就是总人数了 对不对 那男生 女生 还是总人数 已经选好了吗 相信我们所有同学 大同学应该都能想得出来 我们选的应该就是 女生人数为单位一 当然有同学可能觉得这是一种直觉 对吧 但是实际上 这就是我们要来选取单位一的第一种方案 因为同学们你来看 在教育当中你从头读到尾 你发现是不是只有一个分率吧 对 就是这个二十分之一 那你只有一个分率 那他对应的是谁的二十分之一 那当然这个谁肯定就应该是我的 单位一了 所以这条题我们对应的就是选取单位一的第一种方案 看看谁是产生这个分率的源头 那我们就设谁为单位一就可以 好了那有了这个 下面的题目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如果我们设女生人数为单位一 那我们就知道 七学年女生人数减少的量 是不是就占去年的二十分之一吧 单位一选定了之后 现在修改第二个解析关键 寻找量率对应关系了吧 率我有了 就是二十分之一 那我现在是不是就知道 这二十分之一对应的具体的是几个人吧 这个二十分之一指的是女生减少的 所以我要找的就是女生减少的人数 好那我们就来看题目叙述 到了新的学年 男生增加了二十五人 但是最后的总人数只增加了十六人 这意味着什么 总人数不是男女生加在一起吗 那你 减少了 非常好 那你男生多了二十五 而女生又少了一些 最后导致总人数增加 是不是就没有二十五那么多了吧 只增加了十六人 意味着少了 那也就意味着今年女同学应该少了九个人 而这九个人对应的分率就是二十分之一 好了 量力对应是不是也找到了 那接下来相当于我们知道了 这个女生总数的二十分之一是九个人 以至一个数的几分之几 怎么求这个数啊 那当然就是九除以二十分之一 这样算出来就应该是一百八十 也就是之前男女同学总人数为三百二十五人 那个时候 女生是不是应该有一百八 那接下来男生人数是不是就很容易算出来了 但在这里又同样会藏着一个小小的陷阱 也是很容易忽略掉的 因为题目问的是 现有男生 有同学其实用三百二十五 减一百八十就算完了 那你这减完求的是 原来的 原来的 那现有男生还要怎么样啊 再加二十 五人 是不是才可以 好了 那这样算完 我们知道题的答案就真正的给出了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解题过程 首先我们设女生人数为单位一 那么男生增加二十五 总人数增加十六 说明女生减少了九人 这九人对应的就是这二十分之一 所以女生原有人数是一百八十人 那么男生的现在人数 三百二十五解一百八的基础上 还要再加二十五人 最后就是一百七十人 好了 那这是第一道小题 并不难 但是在这里产生的是我们的第一种单位一的方案选取 那就是谁是产生分率的源头 我就设谁为单位一 然后我们的第一种单位一的方案选取